我們看這個第十一題 它有一個棒子 放在這個牆壁跟地面之間 然後它恰意下滑 它問說 問說這個牆面 寫著棒子的作用力多少 我們假設因為它恰意下滑 所以這個摩擦力就是最大根摩擦力 我假設它是M1 這裡 它的 作用力也是最大根摩擦力 因為它恰意下滑 這我假設M2 牆壁寫著棒的作用力 是在多少 是要有正向力 跟這個什麼 跟這個摩擦力 所以上F 頂多少 根號 正向力 N1 如果叫N1 增下N1 再加多少呢 M1的平浪 這個假設是N1 摩擦力 但是我知道 F1 是等於N1 所以這個可以超出N1 來 就變成1加N1平浪 N1 所以我現在只要算出什麼 算出N1來就可以了 好 首先我們看 這個方向 水平方向要立平衡 就是N1 就是N1 減掉F2 加等於N1 所以就等於一個方向是N1 等於多少呢 就是MuN2 MuN2 然後呢 牽子方向要立平 這F1 加3N2 減掉W 這等於W 所以得到多少呢 F1是Nu NuN1 加上N2 這個等於W 好 那我先要說是N1 我就把N2代掉 N2是等於多少 N2是等於1 MuN是N1 代入這裡 所以 就是MuN1 加N2是MuN1 等於W 好 那我N1 就可以算出來了 給它收集起來 是 通文好 分M1是 Mu平方加1 N1 等於W 好 然後我把N1代掉 這就變成多少呢 根號 1加Mu平方 請問MuN1 2 2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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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3 2 4 1 2 感谢您的观看